欢迎回来EBI SQL电子发票的分享平台 我们会逐步的分享更多有关电子发票的详情 EBI很荣幸的邀请到Mr. Ryan Chong 来到我们这一个平台 Ryan Chong他是SQL Accounting的官方代言人 和e-invoicing的讲师 他也是Syntax Technology的创办人和CEO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们看回之前的分享视频 以便你们对电子发票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当很多人讲起电子发票e-invoicing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e-invoicing当然只是影响invoice发票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在内陆税收局的指示下 电子发票它涵盖了 invoice也就是发票 还有credit note debit note 还有refund note 其实有四种文件将会涵盖在电子发票的制度 那么电子发票有什么特别的格式需要遵从吗 OK 这个也就是说 其实电子发票的格式 内陆税收局说它有两个格式 一个是json 一个是xml 其实你们都不需要了解这两个格式 你只是需要知道 这两个格式将会用于在你的会计软件和我们的内陆税收局的网站 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么当然你不可以用json或者xml 把这个所谓的电子发票传送给你的顾客 以后当你得到了内陆税收局所有的批准资料后 你需要它涵盖在你的电子发票里面 你还是一样可以用你现在用的pdf format 来把你的电子发票给你的顾客 xml和json format只是在于 你的软件还有和内陆税收局网站的沟通模式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 拜拜